大家好,我是志庆国小经济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很喜欢Good Note Classroom里面的一个功能 尤其在我的国语课当中 可以发挥到蛮好的一个作用 那是怎么样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在我的平板当中 这是我给学生的一个PDF档案 学生在使用这个PDF档案的时候 在每一个小朋友平板里面 他有这样一个档案 他会进行小组的合作学习 把他们的剧本放在上面 他们要自己创一个剧本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彼此不同的剧本 在过去的使用状况中 我们可能会一个一个小朋友投影上来 但现在不太需要 我们看到Good Note Classroom里面 只要你点了这样的一个页面 好,我们往下滑 在简报的模式当中会有三个 一个是投射整个萤幕 第二个是投射简报者的页面 第三个是投射完整页面 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来做一个分享 那同学之间可以彼此看到彼此的作品 但是我们又保留了小朋友 他自己个人创作的隐私性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当我们按了这个页面之后 小朋友作品就会出现在这里 我就点选 只要点选旁边这个页面滑动 那你会看到页面中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 这一份作品的创作 是不是又符合到我们课程上面 所需要的对话、音效 以及在情节的推动上面 是不是有达到效果 那小朋友讨论完之后 我们才会看下一位 那我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里面 我们可以更聚焦在我们的教学里面 所以我蛮推荐这样子一个方式 让老师们在教学里面保留孩子的隐私性 但是我们同时也达到了 互动与交流的可能性